诸位法师 诸位达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本师及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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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成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发大寺院第六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四十七愿 文明得忍愿 我们念一下经文 清净欢喜 得平等住 修菩萨恨 具足得本 因时不惑 一二三人 这个在292页 经文的部分 从经文 我们就感受到 佛法就是生活 我们就在境界当中 练出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真诚慈悲心 所以 经文 包含经题的 不只是读诵 更要把它用出来 所以 老上讲习 常常提到 学佛 最重要的就是 用真心 真诚 真诚 我们 对任何人 不要有 尘建 亲近 我们做任何事 不要有个人利益的目的 在里面 这样 这样心才能 亲近 还有平等性 不要有高下 不要有傲慢 正觉 我们一般讲 理智 不要感情用事 慈悲 都是为对方 在考虑 我们能这样用心 一报 就随着正报转 所以 师长常说 历世 练心 我们经历 每一件事 就可以 观察到 自己的心念 跟这五心 有没有相应 往往一观照 就能看到 自己心念 偏颇的地方 在哪里 我们一般 检讨过去 很容易 都是别人 对不起我们 好像我们 都没有对不起 别人的地方 这种情况 其实 我们 很难受持 行有不得 反求 诸己 我们往往都是 向外 没有向内 向内才能 反求诸己 向外 都容易 见人家的过 就不真诚 再来 亲近是什么 亲近是没有 我 直 你看我们 懒悟的根源 在哪 知识之力 就是这个我 往往 检讨自己的过去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都以自我为中心 明明是自己 伤了别人 在先 然后 检讨起来 都是别人 伤自己 真的能看清楚 这一点 不简单 不简单 往往 自己不对的地方 我们检讨起来 都是 避重就轻 就跳过去了 比方说 谈到感情问题 自己跟人家 谈感情了 后来因为 自己一些因素 没有这个 分事 没有谈成 最后 对象 可能跟 别人结婚 自己就很生气了 那我都 站自己的角度 你跟人家 谈了之后 后来又没结果 那不然 你要教人家 怎样 谈起来都是 自己被伤害了 现在听起来 我感觉 这个孔子讲的 太有道理了 以以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 而内置送 则也 孔子感叹 算了吧 算了吧 我没有见过 可以见自己的过 要反省 要反省自己过的人 还没有到改过 他能承认自己 自私 就不容易了 所以 一个巴掌拍不响 假如我们有感觉到 被人家伤害 换一个角度看看 我们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所以佛法 重实质 不重形式 实质是放下 自我 在感情问题当中 我很少有听到人家一堂感情 都是觉得自己错得多的 都是别人错得多 所以人 能从走过的路 真正检讨出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感觉都不容易的人 就像孔子讲的这句话一样 其实我们真的 回过头来看看 走过来的路 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不止 自欺一关打不过 我们是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 我也面对一些同修 他 已经离异了 但是我也问他 你这个过来 问题出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也不一定知道 感情这种东西是互相的 你不能反思起来 都是别人的错 而且修行人是什么状态 专求己故 不择人非 越学越惭愧 惭愧到什么 好事都给别人 坏事都向自己 这个是道心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曾经 跟一个同修在交流 其实他是很用功的 都在弘法 特别难得 不持劳苦 有一次就谈到 他跟他婆婆 他婆婆已经去世了 去世前 他也是尽心尽力 在照顾 后来婆婆 对他的态度 都有所转变 这么可贵了 那他举他跟婆婆的相处 是要让我们感觉到 你看他婆婆跟自己的原因 有多不好 比方 这个 他婆婆在他同事面前 讲他不好 然后他就去跟婆婆说 妈 我有什么不好 你当面跟我讲就好了 不要去跟同事讲 这都在自己角度 你看他婆婆听了怎么说 我又没有讲 你说谁错了 你讲话都没有 顾及人家的面子 这都是要学的 讲话都要学的 哪有修行人说 我这个人讲话就这样 就这么直 都给自己台阶下 给别人台阶下 不是给自己台阶下 不能修颠倒了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不能检讨起来 都言以律己 宽以待己 你讲话的时候 要顾及他的面子 说妈 我这个人 修得很不好 很惭愧 妈 我有什么缺点 你一定给我指出来 这个对我帮助会非常大 你讲一次 他没有跟你讲 代表你真诚不够 再讲第二次 再讲第三次 人家可能就会对你讲了 那对你讲了 他就不会去对同事讲了 不能让人家感动 是自己的层还不够 不要每一次都把责任 推给别人 我有跟他讲过了 他还是不跟我讲 你看我们检讨起来 都是别人错 还有他举另外一个例子 而且他举完了 我是私底下跟他聊的 但是对你们 我就可以公开聊 因为我没讲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私底下聊 很有好处 但是有时候你们看 我在讲话的时候 顿一顿 我就是要这个background 背景人物什么 我要稍微洗牌一下 不能讲得太明显 所以有时候要稍微想一想 他说我公公去世的时候 这些例子大家别当故事听 你曾经走过来 家里的不愉快 我跟你保证 你一定有错 因为一个巴掌拍不下 假如你跟你的亲戚关系里面 你全对 他全错 你现在已经入圣贤的境界了 你根本不会去提这些 叮叮当当的事情 还会跟人家提 那还继续叮叮当当 都没过关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你看我们练出清静心没有 这些人事静缘 一而再再而三 都在那里烦恼 哪有练出清静心来 练出平等恭敬没有 看到人自己就不舒服了 怎么平等恭敬 正确理智 不感情用事 你看到某个人心情就有起伏了 你怎么离世 这个都要练的 他提到 他请了一个法师来 做法师 他婆婆就说 赶快要给 这个法师供养 那他去给这个法师 说了 这个法师说 不用了 他就跟他婆婆说 我已经 跟法师讲过了 两三次了 人家不要啊 我们以后再给吧 哇 一下子 他婆婆的脸就很不高兴 然后他就叙述到了 你看我面对这样 还来那么多同修 我还得要和音乐色 去接在所有的人 这会也不简单 他在调伏自己的心 可是他不清楚 他在跟婆婆应对的问题 出在那 这是老人 老人你要懂得顺他 孝顺孝顺 也有同修问到了 我母亲很想住在故乡 那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去道场 还是在故乡 我说你一定都要以母亲为重 你要顺老人 不能老人来顺你 那他的身心就不安了 你要送他往生 你要让他身心越安定越好 他年纪那么大了 你看我们的树道都要在这里面呈现出来 而不是一种要求 要体恤 而不是要求 哎呀 修行人应该不要挑境界 那可不能这么去处理事情了 那法师 他才四五十岁啊 你可以把情况跟法师一沟通 法师一定很顺的嘛 他怎么愿意让老人家不欢喜 那法师表达不用了 那是他的态度嘛 那你今天 你不能因为尊重法师 而没有顾及到婆婆的感受啊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嘛 你要学得圆融一点嘛 结果他特别难得啊 他听完之后说了 哎呀 我现在伺候我母亲啊 可能都有这些情况 背景不同 可能 那个 抚觅他意识的情况会出现 那个事件会出现 他很难得啊 一跟他探讨 他马上关自己的心啊 哎呦 那我现在在 侍奉我的母亲啊 那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问题 这个 你看 这夫妻 出现问题了 都是一直盯着 对方 对不起自己 可是你看我们休学的人 一休学了 就是想到自己 结果不顾及啊 另一半的情况啊 这个都不是老和尚教的 也不是 这些祖师们教的 老和尚说了 你学了佛 家里不和谐了 你学错了 你看黄念老 接到一个 同修说 我要断育了 黄老马上接着问他一句话 你太太同意吗 修行是放下我 只是实质的 不是行事啊 你看我们一学 什么时候自己产生执着 产生固执 何须让另外一半难受了 自己都不知道 出了情况了 还是全部都是对方错 自己一点错误都没有 要调楼啊 男众女众都一样啊 都要调楼啊 你说夫妻距离那么近 我们都那么刚硬 你说另一半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能撑得住啊 都不简单啊 他还可以跟你撑十几年 你真的要给他顶礼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不柔意啊 这个有一个同修 我说啊 你啊 要调柔了 你这一生是女子生啊 太上凯恩篇说的 男不忠良 女不柔顺 他就说了 对 这个 另一半说了 你为什么对陈德法师讲话都这么温柔 怎么对我都这么不温柔 哇 你看我还造成人家家庭纠纷啊 这个树倒是换位思考 你跟家里人讲话都没那么温柔 跟家里以外的人讲话那么温柔 你这里家里的人能理解吗 我也遇过那些婚姻出情况的 他那前夫说了 你从来对我讲话就是这么强势 那个女人 其实都不说了 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一次脾气 那你能说 在婚姻生活当中都是对方错 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所以学佛是 佛是绝啊 在哪里绝啊 在经历的美劲 前面走过路路不知道问题在哪 修行人别侥幸 保证现在跟未来 一定会再出现的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须在重头练 我们只要这几天还有心情不好 绝对是真诚清净平等正确 所以没有绝对没有绝好 不是外面的问题 是自己的问题 好 这个祖师啊 教诲啊 真的都是 帮我们恢复真心 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受辞 专求几过 这个是偶尼大师教导的 不择人非 我们在想以前的事 在检讨以前的事 能不能做到专求几过 你不这样做 真心练不出来 只要我们在思考以前的事 冒出对方的错的时候啊 你的心已经开始偏了 练不出来了 你要放下对方的顾啊 这个真心才练得出来 所以我们都夹杂太多 情绪在其中 那就感动不了对方了 练不出真心啊 是很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 练不出真心 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每天都在做 练得出真心 就开始积功累的了 差很多 要赶快练哦 好 我们上一次啊 谈到 296页 我们 上一次提到的 没有一切分别执着 295页 没有一切分别执着 于一切境界中 不起心不动念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清清 清楚明了啊 就是绝 那我们就要看了 我们这境界清不清楚 今天有个同学问了 这个年轻人也挺难得的 问说他父母啊 相处的问题 这个妈妈一谈佛教啊 爸爸的情绪就很激烈 哦 那他听不清楚 爸爸为什么 一谈妈妈 谈佛教 情绪就很激动 有果必有因 那我们在听 那我们在听这个事例的时候啊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谈起佛法来 家里的人是很欢喜 还是不是很舒服 那这个就自己就要反思道路 出言要顺人心啊 那就懂得在讲话的时候 把自我放下来 你能顾及对方的接受度 这就是修行啊 就是道场啊 不然哪里是道场 你讲一句话 就懂得放下自我 这叫会修 自己想讲什么 都没有顾及对方的接受度 你家里的人 就不喜欢听到佛教名词了 你还那么常讲佛教名词干什么 我们到教育单位去弘法 怎么可能会提这些佛教名词 但事事无碍啊 我们把教理讲清楚了嘛 儒家跟佛家 这里都是通的咯 我们就是在境界里面放下 我是佛教徒的这个像 让众生能得利益 这个才是重点 你那么喜欢把佛教的词拿起来 有没有炫耀的味道出来 我们也遇过的 讲课讲的人家都听不懂 讲一大堆名词 术语 真正高明的人是什么 深入浅出 那才是功夫 哪有讲一大堆名词让人家听不懂的 那不是自我为中心吗 你说教理 谁比老上通啊 那华英经都研究了几十年了 讲了几千个小时啊 你说老上讲经 老少嫌疑 深入浅出啊 那个叫功夫 所以古人 说出言顺人心 就是你都去体恤人家 而不是站自己的角度在说话 我跟这个年轻人说了 那你要很清楚啊 你父母的关系 会变成这个样子 原因出在哪 来龙去脉出在哪 你才能够去处理啊 然后你要先去理解他们了 然后再做何事老了 现在家家有本难练的经啊 可是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们今天处理家里的事 没有不断改善呢 我们佛法还没用出来 这个是真的要 能够反思出问题点在哪 那 他还 等于是说 你家里的人的情况啊 你都要清楚 问题出在哪 你才能够啊 从 因上下手 我们也常跟大家举到的 万法是因缘所生 那现在这个果 不好 你只要把不好的因缘 能找到了 能放下了 能把好的因缘放进去的 这个事怎么可能不改善 不可能的 所以处理事 要很清楚 客观的状况 所以难不在处理事 难在我们的心 看事都很难客观 自己有爱真心了 你就看不客观了 自己有落映像了 有成见了 你就看得不清楚了 所以要看得清楚 明了啊 这个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清静 就是不要起这些妄念 刚好有个老人家 住院了 他也是老修了 陈德跟他提到 你这两三天 在医院里 也是个境界 看看佛号 念不念得住 顺便检查自己 会冒哪些念头 你看有时候 你跟老人家一说 哎呀 我都那么大了 有什么好想的 他真的躺在那里 会有很多东西冒出来 他自己会自我感觉良好 孩子都大了 也不用我操心了 我还有什么好想的 都要在境界里反观 我们就不说老人家了 大家有没有 公民来听 大家有中了没有啊 有中的话 你躺在那两三天 躺在床上 也没做其他的事 谁都知道要念佛 念得怎么样 都冒哪些念头 那些念头冒出来 都压不下去 那就是我们的指头啊 都要在这些境界里面 清楚自己的状况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私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步可静 我常常遇到同修 阿弥陀佛现在来救我 我就跟他去了 我说 我说你是激动讲的 我说你这两三天有没有烦心的事啊 假如有 那你是自我感觉良好 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让你动心 我说不起心 不动力是清静 不分别 平等恭敬 是平等的 好 哎呀 我觉得这些清冷的事啊 都要善了姻缘啊 随缘消旧业啊 不再造新阳啊 学佛的人要立个志向啊 演个大圆满 把大家一起接到极乐世界去的 我们以前看连续剧啊 最后一集啊 都是大圆满 这是台湾的连续剧了 我不知道 大陆应该是这样吧 各地连续剧是这样吧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卷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在一切静缘 真心为每个家人做下 随缘妙用 真的妙在一心为他好 没有丝毫自己的利害在里面 你能做到这样 不可能不感动家里的人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为之 没有一样不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了 不但现前的事情明了 过去的事 未来的事都明了 因为他心平等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照见 我们不能理解 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等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过去 未来 一无所知 我们心不以清净 平等 绝 过去的事 也检讨不了问题 在那 所以 过去也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 自此才明 晓得 什么是平等住 什么是修 菩萨恨 要说 菩萨恨 一定要用真心 才修得出来 我们举了 海贤牢上 他心真正 清净 平等 他什么都明了 他老人家说的 我什么都知道啊 没入这个境界 这么讲 不行了 这么讲 就大妄语了 他老人家已经练到 金刚不坏神了 这是真正 大成就的人 老儿上说的 我们静中有三宝 第一宝是 无量寿经 汇集本 还有 加上 黄老的注解 当然还有 老儿上 四次完整的宣讲 当然 无量寿经 也讲了十几遍 第二宝 静修结药 报恩惨 这个 毕竟啊 黄念导 跟着 夏连导 几十年 传法 第一次 由他老人家 来诠释 进修结药 当然是 把夏老 跟他一生的修行 融在一起 这些 法都不容易遇到 我们要珍惜 如凭得宝 改往 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 则得 我们现在讲到 静修结药 报恩惨 大家脑海里 有没有浮现 什么影像 可不能是一片空白 三年前听过 然后呢 你有印在心上 随时可以提起来 有没有提起来 黄念导说的 你认识一个人呢 就等于是脖子上 套了一条绳子 大家都听过这一段吧 听过了 好 请问你的微信 有没有一直加 都听不下来 好啊 继续套吧 那时候 这课不白天了 我有遇过同修 三 三 一直在三 三哉 三哉 朋友不再多 要深交 老话上讲 勿使一秒钟空过 勿使一句话空说 你教那么多饭饭的 教了几百几千人 干啥 跟你往生有关系吗 净土为归啊 现在做的每件事都要跟往生有关 这叫归 不然叫打闲岔 有没有人很喜欢听笑话故事 笑一笑 也算闲岔 你很喜欢的不做很难受 但是跟往生没关系 那你就没有归 归心事件 黄老在这个报恩坛里面 讲了很多事例 讲到释迦牟尼佛 全身求法 是吧 为四句祭 结果讲了两句 后面两句 这个罗刹鬼 哎呀 我没力气了 这个我得吃人了 才能讲了 那佛觉得这个法太重要了 因为他讲了两句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那佛的前世 前生 觉得这法太重要了 好 只要你肯讲 我给你吃 舍身求法 你看我们现在 老二上的经教那么多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去珍惜 这些故事啊 都在启示我们啊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你说这世纪 记多好啊 打得念头死啊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啊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啊 话 止不住的讲啊 心 都很散乱啊 心 都在见人家过啊 心 都在造口业啊 要警觉啊 不能随顺烦恼习气啦 要报恩啊 报恩谈啊 不能辜负老和尚啊 讲了六十多年啊 我得要成就啊 报他老人家的恩呢 啊 我们这个静修节要报恩谈 听完了 这个念恩的心啊 有没有出来啊 这是第二宝啊 第三宝 就是海鲜老和尚的光碟啊 还有同修慈悲啊 做成动画片啊 有些人喜欢看动画片啊 尤其小孩啊 这三宝我们要珍惜 这个海鲜老和尚的表法 等于是无量寿经的总结了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课程 告一段落 我们就一起啊 来学习 海鲜老和尚的表法 老和尚为什么要 讲这三集 我们能体会 我们能体会 敬老的苦心吗 手把手 带我们 要看得懂 行功 要会观察 要善于观察 进一步要善于效法 那行功 这一个精神 拉回来到我现在的家庭工作 我应该怎么用出来啊 解跟行啊 要相应 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了 解跟行 一脱节啊 不止不能得利了 会学偏调了 因为没有行就 但学文 不利行 就长浮华 就偏调了 所以行功 他真正 清静 平等 现前了 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 很希望 自己现在面对境界能清楚啊 最重要的是在自己心地上下功夫 放下这些分别执着的烦恼 面对境界就越来越清楚了 莫向外求 那具足德本 这个德本呢 就是以这一部经典 以这一个法门 自行化他 这样就能了 具足德本 我们看这一部 无量寿经 你看是德尊普贤第二 那这等于是菩萨的顶法 而且是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华言法华 是无量寿经的导引 所以这个是出世第一法 里面还教我们 伦理道德因果 你看三十二到三十七评 在教我们 这些处世待人 夫妇亲属 当相敬爱 无相争及 友无相通 无得贪喜 颜色要长和 这个都要受此啊 那真的能自行化他 包含这一句名号 万德鸿鸣 欧益大师那一段精彩 彼佛何故好阿弥陀 阿弥陀本不可翻 为什么不可翻 阿是五弥陀是亮 无量怎么翻呢 就好像我们以前 学的一个 这个数字是吧 叫无限大 无限大不好叙述了 他不可翻里面 佛还是翻了 用光受恶意 全世的无量 光着横遍十方 受者数穷三计 横数交错是法界体 无量的时空 就是整个宇宙了 你念这句佛号 整个宇宙都念到了 一切佛都念到了 一切经都念到了 所以老师念佛 具足得本 海贤老师上就是二十岁 老师教他这句佛号 他就念到底了 他也不是字 念到民心见心 殷实不惑一二三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果报 一二三人 经文后面有注解 本经讲三种人 第一是殷祥人 第二是柔顺人 第三无声法人 即使我们对于前面 两个名词陌生 但是对于第三个熟悉 也就能理解 三种人 都在一句名号之中 我们刚刚才讲 万头鸿鸣 一切佛法都在里面 大家要自己去体会 你比方我们学过 十三叶道经吧 十三叶道经最重要是哪句话 周夜常念 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真种 长 不容毫分 不善见杂 怎么做 南无阿弥陀佛 对啊 你怎么 周夜常念 你今天 我周夜就想那一件善事 想着想着你就跑掉了 你这句佛法把它念住了 才能周夜 没有间断了 功夫成片了 这一句十三叶道经做到了 云和阴住 心要住在哪 云和降伏其心 你看金刚经就讲这个了 结果金刚经就说 因无所住 礼尚没错 我们不容易做到 住在哪 住在南无阿弥陀佛 持明念佛 暗和道庙 即是行身 即是行身般若 这个度众生 善巧方便到极处 为什么十方诸佛 都点赞 都帮阿弥陀佛招生 方便善巧到极点 你看金刚经 十三叶 你去学每一部经 你真正要落实这一句经句 你就知道 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 好 所以 这三种人 都在一句名号之中 这桩事情谁知道 这三种人 不是一般菩萨能得到的 细说在本经第十五品 以后自然会讲到 那我们还是先提一下 这个音响忍 是他能 这个忍是有肯定的意思 肯定相信 信男性之理 而不惑 圣身之理 你这很相信 都没有疑惑 这个叫忍 就很肯定 文法悟道 知一切法不实 如空骨回响 这个名音响忍 你知道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第二是柔顺人 对顺境 不起欢喜心 对逆境 不生惩惠心 从顺逆境中 赠得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叫罗顺人 其实你看 老上一讲到 楚世代人 接触不都在让我们 练这个功夫 楚逆境 随二元 无惩惠 业障净小 随顺境 楚善缘 无贪吃 福慧权限 老上说的 高兴的是 南无阿弥陀佛 悲伤的是 南无阿弥陀佛 恶缘 也是南无阿弥陀佛 平安 无身法忍 是以真实的智慧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 事实真相中 悟无身 这三种人 都是地上大菩萨 所赠得的境界 在大臣接位 都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三人 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 的确不可思议 仁王金中 讲无忍 把菩萨分为五大类 都是用忍 来说 所以就晓得 忍 是多么重要 不能忍 不行 不能忍 就火烧功德领 无论什么境界 都要忍 不受他的干扰 那黄老讲六人 功夫不能停留在利人 不是硬压的 都要能够 在境界当中 不止不起烦恼 都能够 提起菩提心 华言经说 妄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所以菩提心 要提起 菩提心 要保持 好像是 王荣书居士 他有一段 法语也很好 他说 你今天看到不善 不善的行为 你不是善跟不善 分不清楚 然后这叫愚痴 你可以分辨 但是不放心上 心还是亲近的 心还是慈悲的 看到这个人做不善 念佛回向给他 然后 祝福 一切人 都不要行这样的 不善 不止不生烦恼 扩宽心量 老婆上一直讲 你要会修 其实会修是善用心 不准烦恼 扩宽心量 你看很慈悲 你看 看到不善的人都在 念佛 回向给他 还在祝福天下 不要做这样的不善 看到别人行善 念佛给他回向 希望他 做得更顺利 然后那一念 希望天下的人都来行善 学佛首先 扩宽心量 我们今天有忍不住的 就是心量 扩扩扩 扩得不够大 卡住了 扩得过大 就过去了 不会生烦恼 好 无论什么境界 都要忍 不受他干扰 对顺境 心里起欢喜心 贪爱心 我要忍 逆境中 看到这个人不顺眼 看到这个事不痛快 也要忍 我以前出学佛 到一个道场修行 两个人住同一间 跟我住的这一位同修 他叫我不可以听老阿尔讲经 我当下就想到老阿尔说了 他讨厌你 你避开他 他也生欢喜心 我们真的在境界里 能想到老阿尔教什么 就不生烦恼 加持的根本 是上师 是我们医子的老师 老阿尔是我们加持的根本 你只要想到他的教委 就不随身烦恼 结果 他在了 我就不听 不听还是可以用过 不听我心里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吗 他不在 赶快听 事事无碍 也在这里练 不然他在的时候 你在那身份期 有什么意思 都要在境界里练的 最后这个同修 毁谤我 不是正面毁谤我 可是所有的人都毁谤我 那一阵子 每一个人 看我的眼神 都是这个人有问题 那刚好练我们 人不知而不孕 是吧 所以还不是君子 也得练吧 不义君子乎吗 要往这里练 都帮我们消业障 金刚经不能白赌 若为人清见 先是罪业 因多恶道 已经是人清见过 先是罪业 即会消灭 当得阿那多罗 三秒三不提 我也遇过一些静缘 到处讲我坏话 但是我很能理解他 为什么 因为他跟我有余量情节 寄生于何生量 有余量情节 我都觉得很惭愧 造成他的余量情节 你能理解他 所以人在境界当中 把自己放下 你就不生烦恼 你能体恤对方 你想要自己提起来 你怎么可以批评我 我做了那么多事了 你还批评我 那你所做的事都没功德 跟梁武帝一样 所以别人可以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能不理解人 这叫忠述之道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 君子耻不修 羞耻自己没有修得好 不耻见乌 不羞耻别人侮辱我 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有没有修好 修好了 人家还侮辱我 能包容 耻不信 羞耻自己没有做出 让人家相信的事情 不耻不见性 别人不信任我们 不羞耻 我自己有没有做到 值得人家相信 耻不能 羞耻自己 没有能力去承担 重要的事 不羞耻别人不用我 我真有这个能力 真有这个智慧可以做好 人家不用我们 我们刚好 羞耻不执着 不攀缘 也不怀才不遇的心态 不起 孔子对言回说 用之则行 舍之则查 没人用我们 我们还是 可以安平乐道 可以 住书立说 多教一师学生来 不攀缘 没有发挥的机会 多培养一些人 等待时机 君子 无路而不自得 在每一个境界里 不生烦恼 就像老师教我们 要在每一个境界 用真心 提升自己的境界 好 所以看谁不顺眼 我们要注意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看到这个事不痛快 也要忍 这是修行 真正想修行 功夫都在此 不忍忍 就不能成就 金刚经说 一切法得成于忍 那是讲 四出世间一切法 能忍的人 能成功 不能忍的人 注定失败 四出世法 没有例外 你看 做事业 做到 顶尖的都有 可是贪念 没有放下 一下跨行 就倒了 他贪念 止不住 忍不住人 忍不住贪 会出事的 一失足成 千古恨 财胜明十岁 我们一摊 可能灾祸就来了 事法也是这样 没有例外 所以仁王经 将菩萨 五十一个 位次 用十种人 来标示 标法 第一是 福人 福是 福住 压住 忍不住 也得要忍 要勉强的人 这是初步 功夫 就像 黄老说的 利人 你还是要压住 为什么 你压不住 那个话一出去 就收不回来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你一忍不住去 忍不住了 家庭关系 甚至同事关系 就僵了 你就困扰了 再进一步 第二个阶段 是信任 理论逐渐通达 明白 相信佛菩萨 圣贤人的教诲 不怀疑 这个信是很有力量 信为道源 功德母 我们 像成德初学佛 老外上讲这些经验 太好了 成德以前 刚出社会 前几年在做 课程销售 卖课程 课程都挺贵的 当然都是 希望人家听完课解决问题 可是我一看 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这钱就赚不下去了 后来就有同事送我 老和尚的录音带 可是在我们那个领域 一堆大师 我现在想一想 我那时候没有沉下去 这是阿弥陀佛 还有那个大学师 他影响力是 整个村落都学他的东西 在印度 在奥修 我当时去书籍一看 他的书一排 那是大学师 他说 那个男女之欲 就像空的境界 好恐怖 但是一堆人在跟他学 我们那时候 太恐怖了 那些境界 真的学士说法 如恒河沙 任言经重要 照妖境 最后面清净明悔章 淫心不除 尘不能出 有些灵修的人 跑那里都乱搞 所以 能遇到佛法 遇到老和尚这样的 大善之士 又遇到慧吉本 黄老祖节 又遇到海鲜 真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大家都是以臣贡酿诸如来 则能欢喜幸此事 无量节来 西游难逢 机缘到了 我们得要掌握住了 不能措施掉了 所以 成德在那个领域 看到好多问题解决不了 又钱又收那么多 又不忍心赚 所以人有 有一点良心 还是赶招来好远 就接上 牢上的教会 那乐听真的是 欲罢不能 啥问题都解决 那种心上没问题 真舒服 还有想不通的事 还是很难痛快 那听的过程就觉得 老上这么有德行 不可能骗我们 佛菩萨圣贤人 不可能骗自己 你不怀疑了 你就相信了 相信你一照做 你就有受用了 那越有受用 你就越有信心了 信解行圣嘛 所以第二个是信仁 再进一步功夫深的人 能顺人 恒顺众生 水洗功德 这是第三阶段 第四个阶段 是无声法人 提到恒顺众生 这个顺人 你看菩萨式的 随缘 顺着 妙用 无方的 没有固定的地方 方法 因才施教 昨天 有一个同学 因才施见 劝见别人 也是要 因应每个人 不同的个性 接受度 去劝 你看就在 恒顺当中 把自我放下 第四个阶段 是无声法人 最后 最高的是 如来果地上的 极灭人 出地 二地 三地 属于信仁 由此可知 三贤卫 十柱 十行 十回相 都是福人 到登地 初地 二地 三地 是信仁 四五六地 是顺仁 七八九地 是无声法人 十地等绝 如来果地 称为 极灭人 极灭人 也分 上品 中品 下品 那最高 就是佛果地 所以若从此意看 第三人 决定是 无声法人 经文说 因此不后 一二三人 余诸佛法 不能陷阵 陷阵 不对转转 不去证卷 所以 换句话说 罗顺仁 相当于 仁王经讲的顺仁 罗顺仁 顺仁 意思很接近 因祥仁 相当于 仁王经 上的信仁 那个菩萨 那个菩萨的果位 我们就晓得 这是登地大菩萨 所以真正不可思议 三贤 三贤 华为的菩萨 闻得这部经典 依照这个法门修学 自行化它 虽然不升到西方极的世界 由于弥陷 由于弥陀 微神加持 能使他们立刻登 出地到实地 立刻就提升到地上菩萨 这是弥陀宏愿 对十方诸菩萨所发的大愿 给予菩萨们 真实利益 你看阿弥陀佛的心 多么广大 没有说不到极乐世界 我就不加持了 都加持 当然菩萨被加持 你看立刻登地 我们现在肯老实念佛 这一生也能像海贤牢上 这样高的成就 是我们肯不肯干而已 肯不肯效法 最后一句经文 余诸佛法 不能现正不退转者 不取正觉 这就是末后一愿 现正不退愿 如论言经上所说的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正得圆满的心性 心经里面讲的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固 这是放得彻底 所以真心一法不利 这句话 我们常常要在境界里观照 我们现在有没有一法不利 面对一个人 心里有没有一法不利 还是很多过去的影像 在那翻 那就不是真心了 不用真心就照轮回业偶 要用真心 心里面拉拉扎扎的 要用这句佛号把它清一清 正得圆满的心性 自性的体相得用 他们皆能现前清正 所以末后一句是总结 不能现正不退转者 不取正觉 所以不取正觉 一句是总结 四十八月到此讲圆满 这一评 我们一共讲了十次 这一部经过去讲了几遍 也以这一次讲的详细 讲的透彻 如果没有时间读全经 听全经 能够念这一段 听这一段 也有很大的好处 能启发同修们的信心 帮助你发愿 认真地修学净土法门 因为这一品经 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能深度了解 那就不忍心辜负阿弥陀佛为自己发的愿 况且我们现在靠自己要断剑思烦恼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不出去只有一条路 死路一条 哪有路可以退 没退路 破釜沉舟 没退路 往前走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映祖说的 往生比下辈子做人还容易 下辈子做人 这个五戒也要及格以上才行 不然下辈子做不了人 可能也得七八十分 但是往生 具足幸运行三支两 就可以往生 幸运行三支两 苦海得慈航 大家现在眼前 有没有一条阿弥陀佛的大法船 等我们上船 只要你肯上 叶再重不怕 法船都帮你拖起来 待叶往生 所以这个映祖比喻 这个石头再大 不怕 还是可以过生死海 我们那石头那么重 怎么过海 把他摆到阿弥陀佛的法船上 拖起来 愿力把我们拖起来 这样的机缘不能再处死掉了 你看脑上也慈悲 知道我们现在越来越忙 全经听不了 就听这一瓶 这一瓶讲了十次 你看我们细细的 把脑上的这些教诲 我们再看看 探讨探讨怎么落实 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节 我们今天是第几集 七十几 你看脑上讲十次 我们要讨论七十次 不能胡伦敦早 之前 我们一起学习 这个脑上十年英语元 一个小时不到 我们好像花了差不多十个小时 一句一句我们好好来 领会 所以现在 学习东西 不能 求快 不能胡伦吞枣 消化不良 所以我们要心同 学完这一瓶了 我们最后 共同 其勉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不是往生才同心同德 right now 现在就要配合 他老人家教化 也是四十七品教的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现在就开始配合阿弥陀佛 准备好了 这是学这本经的目的 而且四十八月 是普贤实验展开来 我们的心形要跟普贤行相应 你才能跟四十八月相应 所以家里面这些关系 都要把普贤行用上了 礼敬诸佛 有没有礼敬每个人 见人家的本性 以前的事别放心上 不然就礼敬不了了 你没有礼敬每个人 怎么发四十八月 怎么 来生我差 受我法化 你还有人不能礼敬 你就把人家挡在门口 来 你不能礼敬 你就没有那个四十八月 十方诸佛 十方众生 每句经文都是这样开的 所以四十八月是普贤行展开 所以你看这一部经一开头就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你看那种广修供养 一心就是期盼众生 赶快来生我差 赶快成佛 赶快做阿维悦之福 大供养 然后要在家庭里面 任何事 不见人家的过 都见自己的过 这叫忏悔业长 所以真的例行普贤行 家里的事没有不能解决的 我给大家保证都能解决 只要卡住了 就关照这个心 跟普贤行不相应 跟五心不相应 就找到问题根本 定根找到一转 定阶就跟着转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进入学习海鲜牢上的表法 好 我们一起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集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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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